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这一次台风过后呢 不知道你的兰花有没有受损呢 这一次其实我在我这边还好 因为这里不是 我不在高雄嘛 高雄这一次真的是比较严重一些些 简单来说呢 这一次的风整个都灌到高雄头去 雨也都灌到高雄头去 那我这里呢 比较离高雄远一点点 所以呢 其实这一次的风跟雨都还好 而且我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的受损 因为只要这边 其实这边就算我没有拿下来 其实也不会造成任何的损伤 因为这一次的 其实比较偏高 高雄以北的风都应该都还好 都没有那么强大 那不过这一次因为它那个完全没有受到地形破坏 所以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当然了 现在比较麻烦是它缺水 因为我好几天没缴水了 从台风来以后 台风要来之前 我就把那个顶楼封起来 对 那就没有再上来过了 所以就是大概三四天左右没有浇水 那三四天左右没浇水 你会发现它就软软的 它的水分就会比较少 这边淋不到雨啦 所以它水分就会减少 那今天是第一天放晴 通常呢 我建议第一天放晴的时候呢 如果你有淋到雨的 拿那个清水 把叶子冲冲 叶子冲冲 那如果你有那个开花肥的话 你可以撒一点开花肥给它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在下完雨通常的时候呢 会有那个灰尘啊 或会有细菌 有的时候会随着雨 连在你的那个叶子上 那有的时候如果 你会觉得连到叶子上 也不会怎么样 对不对 不过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兰花都会有昆虫 什么叫昆虫呢 有的时候有红蜘蛛嘛 对不对 有的时候有技嘛 对不对 有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虫 会咬它 那这个咬呢 如果表面上有细菌呢 它就会带着细菌一起进去 所以就会产生感染 产生烂掉的状态 所以呢 其实在开完 在下完雨之后呢 最好的方式是 先拿清水把它冲一下 让那个上面的细菌 比较少一些些 像我朋友其实会 我朋友的兰元 会用那个水去洗那个叶子 洗那个叶子 其实是有用的哦 让它们叶子 比较不会上面沾满的细菌 它觉得这个方式 其实比杀菌器 还来得有效一些些 虽然它们是有加杀菌器 就是两个一起来 不过我就发现它会洗叶子 把叶子洗得漂漂亮亮的 那这个状况 也就会让它的那个 感染的机会下降很多 所以呢 基本上 现在呢 等一下我用水 把叶子整个喷过一次 让它的叶子湿湿的 然后让它洗过一次 那这样子呢 其实它会比较 比较不会产生烂掉的状态 比较不会产生问题 那给它养分 像我们用开花肥 主要原因就是 让它的磷甲笔 磷甲笔的比例高一些些 那这个磷甲笔的比例高一些些 它会叶子比较厚 比较厚实 比较不会感染 就是主要是这样子 当然如果你有杀菌剂的话 有些人会在下完雨后 喷杀菌剂 这也是可以的 所以还是要看 你要怎么处理这个 接下来下完雨的状况 因为下完雨以后 突然放晴天 突然变热 这时候其实最容易受伤 因为你会发现 这时候的叶子 很容易出现 快速生长的烂掉 什么叫快速生长呢 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 下雨的时候 大气中的蛋会变成蛋肥 那蛋肥掉到你的植物上面的时候呢 其实它会变成一个养分 那这个养分呢 会造成植物快速的生长 那快速生长以后呢 也比较容易烂掉 因为它的叶子比较薄 那也比较容易受感染 也比较容易受兴趣感染 所以你会发现 下完雨以后 那个菜啊 比较容易烂掉 主要就是因为下雨的时候 有蛋肥 那个这个蛋肥呢 会让它快速的成长 所以就跟我们施的那个 养分的蛋灵甲的蛋肥是一样的 那只是一个是大自然来的 因为闪电 把蛋转成植物可用的元素 可能就NH4症之类的 那这一类型的养分 就会掉到你的植物上面去 那当然呢 同样也会产生它的快速成长 那这个快速成长 就会造成叶子会比较薄 叶子比较薄 就比较容易产生受伤的状态 所以呢 基本上 你可以喷一些开花肥给它 那它灵甲比加高一点点 那这时候呢 它就比较不会烂掉了 就会发现这个状况 所以其实在 养花在下完雨 台风后 还是有一堆东西要处理 那现在慢慢进入到丘季了 它现在开始在长根了 所以其实 现在你也可以慢慢慢慢开始给一些 适合它长根的肥料 淋比较高的时候 它就长叶子 现在是长叶子 长根都是它的季节 那接下来大概到了10月底 11月以后呢 就开始会抽花芽的 当那个东北季风开始下来 温差开始出来的时候 它就开始抽花芽 所以它就准备要过冬 准备要开花了 准备要明年开始开花 那今年呢 其实它的 我这边其实没有那么早 我这边的抽花芽大概到10月底 到11月左右 所以大概还有一个月以上的生长季 没有那么快 那但是呢 差不多了 就准备 大概在过一个多月以后 你会发现它开始要长 开始要开花了 那我们这边的地方 它开花像Sylalia 它开花期要到明年的 是2月到3月 所以它那个抽花芽的时间 非常的长 从11月开始一直抽到明年3月 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那为什么呢 因为冬天的时候它不太长 那听说原产地 它11、2月就在开花了 那所以你会发现 它们在原产地 有很多很多的高芽 花梗苗 那在我们人工种植 比较不会出现这个花梗苗 主要就跟天气有关系 听说他们当地的天气 不是那么稳定 所以忽冷忽热忽冷忽热 这个时候状况下 就比较容易出现花梗苗 那但我们在我们这个环境状况下 就是冬天的时候就冷了嘛 对不对 不会一直回到30几度的温度 那也就是这样子呢 我们这边的花梗苗 其实基本上不多 或者是你会发现 有些根本就不会长花梗苗 这个就是跟天气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你看下完以后 没有浇水就这样 那这个就表示 那个蓬压没有了 就是它水分的蓬压没有 接下来呢 就要浇水了 其实冬天呢 其实浇水 我发现频率要比较高一些 冬天它的那个增散率很高 因为很干 所以它增散率比较快 所以是冬天 但是冬天因为它代气也慢 所以也还好 那夏天呢 因为它代气也快 然后增散快 所以呢 像我这边就要几乎每天浇水 或两天要浇水一次 不然那个叶子就会缺水缺水的样子 好 主要呢 就是看你这一次的台风 这次运气非常的好 台风没有直接进来 直接进来就是会非常的惨重 因为有的时候你这个顶楼 其实这边是一块没有错啦 反正都没有受伤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很难讲 因为那种墙台啊 或者是直接扑过来的台风 就很难讲了 因为它的风速啊 或者它的有时候是物理伤害嘛 有时候直接折断 你像它大树都会折断 对不对 那这个当然这种兰花比较不会 因为它叶子比较柔软一些些 只要你顺着风 所以它不太会出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逆的风啊 就是有时候你叶子比较脆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折断 就是那个压力太强的时候 就是会折断 那树当然 树因为它是树冠嘛 但是我们看很多大树会直接倒 单科的大树其实比较容易倒 如果你是森林就比较不会出问题 因为那个支撑力有差别 所以你看这一次 其实很多岛都是单独的大树 单独的大树其实真的比较容易倒 因为它的那个支撑力是有差别的 好 如果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那希望大家的兰花都没事 好 我们再见咯 拜拜